我们的屋顶可以先从蓝粒面开始进行绘制 在这里我们将我们的粒面切换到我们的蓝粒面了 然后平面图也切换到了我们的屋顶平面 Shift的夹记隐藏几何体 现在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我们的屋顶平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屋顶平面是由一小块一小块的拼接而成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一块一块的来进行制作 首先我们可以制作蓝粒面的这一片的屋顶 在这里它也是由五个小的三角形来进行拼接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用线来绘制一下 我们取消开始新图形直接来绘制 这五块小的三角形绘制好了之后 我们在我们的蓝粒面对它的位置进行摆对好 摆对好位置之后我们需要将点进行一下调整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最高点 在我们的绘制好的图形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选中的这个点和这个点是需要被调整的 我们将它拉到我们的CAD的高度 有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可编辑网格的命令 这样我们的这个屋顶就已经绘制好了 紧接着我们再来绘制它旁边的一些屋顶 我们可以直接来绘制这一块屋顶 我们可以看到在屋顶的边缘有一圈线条 这一圈线条是我们的漏水槽的位置 我们在之后再来绘制 我们先来绘制我们的屋顶 在这里我们可以不用转角 可以直接拉过来 因为我们上面的屋顶可以把下面的这个给盖住 所以可以不用调整 同样的调整到该有的位置上 在这里我们在用户视图里面能观察得到 有两个点需要被调整 就这两个点 我们需要将它调整到我们的CAD的高度上 让它形成一个斜面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 我们的这一块 我们再来绘制一下 我们再绘制一下 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点 下面的这一个点 它所对应的是上面的 我们刚刚已经绘制好了的这个点 所以我们需要将它直接挪上来 旁边的这个点应该和这根线是平行的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正立面上可以观察得到 对它的位置进行一下调整 调整好了位置之后 可以给它添加可编辑多边形的命令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这边的屋顶 在这里卸服的佳剂我们可以隐藏 我们在我们的正立面可以看到 这个屋顶是由两部分坡面组成的 第一部分是在这里 第二部分要上来一些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分两层来进行处理 首先我们可以绘制下面的这一层 我们可以绘制下面的这一层 绘制好了之后 同样的我们需要将它的位置进行调整 然后需要将有些点进行高度的调整 需要调整高度的是里面的这一圈点 在这里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下调整 调整好了之后 可以添加我们的Mesh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点 再往中间进行一下移动 也可以直接让它对接过来 在这里我们调整好之后 会发现我们下面的这一圈走线的长度不够 我们需要在这里进行一下调整 我们选中我们刚刚绘制好的屋顶 将我们的这一圈线进行一下调整 地面能够使用它的下層 我们下午早就在这里来 我们下午前的两个道路 那边之后 我们下午前摆入 地面 下午前 下午前 接着我们再来绘制我们的这个第二层的屋顶 同样的我们可以先将集合体进行隐藏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同样的来调整它的点 这个点是需要被调高的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它与我们的立面有一些不同 我们先不用管 直接绘制就行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一下旁边的这一块 先调整位置 然后再来调整点 这两个点是需要被调高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高度应该是和这个点是一样的 往上调整 然后这个点也是需要被调高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调整 调整到对应的这边的这个点 调整好了之后 同样的可以给它添加可编辑网格 这样这边的这片屋顶还插这个部分 就已经要做好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前视图上来观察到 它的屋顶还应该往右再延伸一部分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缺口 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一块进行调整 在它的可编辑网格的命令下 选择它的这一条边 锁定 然后选择X轴进行复制 复制到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直接按住Shift复制 然后这边的这一面屋顶 我们就已经绘制好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对屋顶进行一个材质的添加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旁边的这些屋顶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旁边的这些屋顶 在这里我们同样的先来勾线 勾好线之后位置调整 我们可以在顶视图上看到 这个点是需要被调高的 这个点 也是需要被调整的 被调好之后 给它一个课编辑网格 添加材质 现在我们可以来绘制一下 我们的北利面的屋顶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我们的CAD 切换到我们的北利面 同样的 用顶视图的方式来进行绘制 调整 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点是对应的上面 这里我们需要来调整一下 这两个点 我们往上调整 再在顶视图上来看 这边的点也是需要被调整的 让它形成一个斜面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这一块 在这里我们先将位置调整好 在顶视图上选择需要被调整的点 这两个点的位置是对应的 紫色的这一根线的上面两个点的位置 所以我们在这里来对它进行一下调整 它也应该是斜着上去的 然后来调整这一块 在这里我们需要将屋顶分成一块一块的来进行制作 我们需要看看 它需要被调整的点 是这个点 这个点对应的高度是紫色的这个点的高度 这个点对应的是上面这个点的高度 在这里我们来进行调整 然后我们来绘制这一块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个点所对应的是紫色的这根线的点 我们在这里来调整一下 我们可以将它们的点再调整到焊接到一起 然后将它们全部附加到一起 可以直接给它们一个可编辑网格的命令 可以直接给它们一个可编辑网格的命令 这样这边的这一面屋顶就已经做好了 同样的为它更改一下屋顶的材质 在这里我们会发现它和之前的屋顶有一些重面 在之后的操作中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些处理 在这里我们先来绘制别的地方的屋顶 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屋顶 我们需要来绘制一下 先复得加G 我们可以往后延伸一下 点的高度 我们可以先将它移到该有的位置上 然后再来调整一下这个点 应该是斜的上去的 添加一下命令 添加一下命令 接着我们再来绘制比较大的这一块 curric thought that 成立美一大段